大家好 我是乃琳老师 上节课老师给大家谈到在管理中 无规矩不成方圆 今天我们接着来学习 向韩非子学制度建设 今天是第二小讲 解读韩非子的解老篇 规章制度如何修改 更巩固人心 所谓的解老 就是韩非子对于老子 及《道德经》的解释 我们之前一直提到 韩非子的思想非常受老子的思想的影响 而这一篇解老更是直观地 对老子的思想以批判和改造 那我们就具体来看 首先 德者内也 德者外也 上德不德 言其神不淫于外也 神不淫于外 则生权 生权之为德 德者 德生也 凡德者 以无为己 以无欲成 以不思安 以不用顾 为之欲知 则得无舍 得无舍 则不全 用之思之 则不顾 不顾则无功 无功则生于德 德则无德 不得则再有德 故曰 上德不德 事已有德 我们来翻译一下 德是内部所具有的东西 德是从外部获取的东西 上德不德这句话 是说具有上德的人的精神 不有利于自身之外 精神不有利于自身之外 自身内在的东西就可以保全了 所以德更多的是只能够保全自己 所以德归根到底就是在于自身 凡是德都是用无为来聚集的 用无意来成就的 既不是通过绞尽脑汁 费尽心思来得以安定 也不是通过奴役他人和他我来得以巩固 假如你迫切的想有所作为 或者说欲望非常急切 那么德自然就不会到你这里 德在你这里得不到归宿 自然就不全了 如果你意识了 绞尽脑汁了 那么德就不可能巩固 德如果不牢固的话 就没什么功效了 而没什么功效的话 人往往自以为是有德的人 自以为有德恰恰是无德的状态 不自以为有德恰恰是能保全德 所以说上德不是自以为有德 这才是真正的德 接着 所以贵无为无私为虚者 为其所无至也 福无数者 故以无为 无私为虚也 福故以无为 无私为虚者 其以常不忘虚 是至于为虚也 虚者 为其以无所至也 经至于为虚 是不虚也 虚者之无为也 不以无为为有常 则虚 虚 由德胜 德胜之为上德 故曰 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也 人者 为其忠心 欣然 爱人也 其喜人之有福 而物人之有祸也 身心之所 不能以以 非求其报也 故曰 上人为之 而无以为也 亦者 君臣上下之事 父子贵贱之差也 知交朋友之皆也 清书内外之分也 臣氏君宜 下怀尚宜 子氏父宜 众敬贵宜 知交友朋 知相助也宜 清者 内而书者外宜 亦者 为其宜也 以而为之 故曰 上亦为之 而有亦为也 我们来翻译一下 推崇无为 无私作为虚的原因 就是说 这样的人的内心 是不受任何牵制的 那种不懂倒数的人 故意用取解的 无私无为来表现虚 他内心常常是 不会忘记虚的 这反而被虚所牵制了 其实真正意义上的虚 就是说他的内心 不受牵制 如果一旦被虚本身所牵制 那就不是真正的虚了 真正能做到虚的人的无为 是不把无为当作特别 或者说是经常在意的事 不把无为当作特别 或者经常在意的事 就是真正的虚了 真正的虚了 德就充实 德充实了 也就叫做上德 所以老子说 上德就是无为 而又无所不为 而人这个东西 应该是内心欣然高兴去爱人 人爱的人应该喜欢看到别人 感到高兴 不喜欢看到别人遭受祸患 这种情感源自于内心 是抑制不住的 而且并不是为了 获取别人对他的报答 才去做的 所以说 上人就是有所表现和作为 而不是为了特定什么 去表现或作为 而意这个东西 涉及到领导者和属下 上下之间的关系 父子之间的关系 之交好友之间的关系 亲疏内外之间的关系 属下对待领导者应当追重 而这种尊敬是恰如其分 不卑不亢的 儿子对于父亲的尊敬 也是恰如其分的 之后的 像之交朋友之间的关系 也是要根据自己的亲疏远近 而保持恰如其分的关系 所以所谓义就是要把这些关系 处理的恰当和事义 只有恰如其分才去做 所以说 上义就是要去做 但是做的恰如其分 接着 离者所以冒情也 群义之文章也 群臣父子之交也 贵贱贤不孝之所以别也 忠心怀而不欲 故急驱悲伴而明知 时心爱而不知 故好言凡此以兴之 离者外师之所以欲内也 故曰离以情貌也 凡人之为外物动也 不知其为生之离也 众人之为离也 以尊他人也 故时劝时衰 君子之为离也 以为其生 以为其生 故神之为上礼 上礼神而众人二 故不能相应 不能相应 故曰 上礼为之而莫之应 众人虽二 圣人之父恭敬 尽手足智力也不衰 故曰 让必而人之 所以说 礼应该是用来表达 内心实情的 是人与人之间 有条理的表现 是用来规定 领导者和属下们之间的关系的 内心怀有尊敬之情 却不能表达 所以用较为谦卑的动作 来加以表明 内心却是爱慕他人 而他人不了解 所以用美妙的言词 来加以表达 所以礼其实是用来表达 内心感情的外在的形式 归根到底的一句话 礼就是用来体现 内心真实的感情的 一般人受外部事情的影响 肯定有所反应和动作 他其实不知道 这个动作就是他的礼 而一般人的行礼 原本就是用来尊敬 别人的一种表现 但却有时候看起来认真 有时候看起来马虎 而君子的心礼 是出自内心之真情的 因为出自内心之真情 所以一心一意 看起来格外恭敬和认真 这种礼被称为上礼 上礼是专心的 一心一意的 但是一般的人 却是三心二意 这样的话 君子的上礼 和一般人的礼 是没有办法对应起来的 二者如果没有办法 对应起来的话 就会出现不相符的局面 所以说上礼实行了 却没有人响应 不过 虽然一般人是三心二意的 但是圣人却依然恭恭敬敬 一举一动都合乎规范 丝毫不懈怠 这就是说 竭尽全力 显示出奋笔的姿态 而继续行礼 最后 经至生而外物 不能乱其精神 故曰 修之生其德乃真 真者甚至故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 现在 修制自身的话 外在的是无法扰乱他的精神的 所以说 修制自身 他的德就是真了 所谓的真 就是守护内心守得很牢固 通过刚才讲的内容 我们应该有了不少的体悟 规章制度如何修改 更巩固人心 我想大家应该有了各自的感受 很多时候 我们是不是对于某项事物 先入为主的有了成见 而这种成见 恰恰就是对于 规章制度的蔑视 以及对于人心的败坏 我们首先要看到 世间万物都是自然孕育的 自然既赋予了他们所谓的美 同时也赋予了印象中的丑 领导者也是 发现了问题的存在 总是试图去盲目的 不加以分析地 制定出某些规章 以规避 但往往旧问题似乎一解决 新问题就不断地冒出来了 人总是试图去寻找完美的应染 而忽略了事实背后的实染 而所谓的应染 往往也是过于主观的判断 人总是越用力 效果越差 这是为啥 用我们刚才学到的三句话就可以理解 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也 上人为之而无以为也 上亦为之而有以为也 而君子对待人对待事 是出于内心之真情的 因为出自内心的真情 所以一心一意 看起来格外的恭敬和认真 孔子的弟子子路是论语中最可爱的人之一 孔子曾经评价子路 勇、果、厌、也 就是勇敢、果断、鲁莽、率性 前二者是子路的优点 后二者看似是子路的缺点 但孔子表面上经常批评子路 但在关键时刻 却又舍不得子路 因为他知道子路的个性 是他特别欣赏的 在他看来 正因为勇、果的性格 才带来了厌、也的表现 也正是厌、也反过来造就了勇和果 用生物学的角度 子路应该属于胆知智 所以他必然不能像 颜回和子宫那样温文而养 而颜回和子宫也必然不能像 子路那样勇、果、厌、也 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去规避 而是去还原事物的本源 即趣味存真 只要是真的东西 就必然有价值 这叫争者胜之故也 最终是看我们怎么样发挥 怎么样运用和怎么样看待 这反映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就会发现我们之所以活得很累 就是因为我们活得不够自然 不够真 所以用这个世俗所谓的应染 去代替了我们的湿染 这其实是相当不经济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只能暂时的应付 不能长久的可持续发展 好 这一讲我们就到这里 下一讲继续